这个就是阿克特接体X 这个反三角呢 这个就是U 这个就是V 这个就是U 这个就是V 那根据我们的多数的话 那我就写成U乘以V 那就是X乘以安克恩X 然后再减去呢 这个时候这两个 换一下位置 这是UDV 我就要换成呢 这个VDU 那就换成这个X 然后D 阿克特接体X 那这个的维困 那就是它的导数乘以DX 对 阿克特接体X的导数是哪一个 是E加X的平方 V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X 就是E加X的平方 它的导数是E加X平方 它的导数是E加X平方 分之1 那实际上 现在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该怎么积呢 这个积分该怎么积呢 是可以换成它 是可以 可以 这个实际上就是 你上一次学的那个 因为你这下面是一个X平方 你这里是一个X的椅子吗 你放到后面去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一个平方啊 对吧 就是说我把这个写成x平方 然后我要促成像个一样的写个x平方加1 但是你这个倒数的话是2x 对不对 x平方加1的倒数是2x 那么它应该是2x乘以x 那么多了一个2 那这个要怎样 那这个后面的基本可以直接写出来吗 那么它的原划数应该是哪一个 就把1u 那么就是1u分之1的u啊 对吧 就把1u分之1的原划数 就是哪一个 就是若有u的绝对值 但是这个我可以不加绝对值 对不对 因为它一定是正的 这个一定是1的 对吧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加绝对值 那所以它就是2分之1 若有u 也就是若有x平方加1 然后再加1呢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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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6 6 6 7 7 所以你這個寫這種? 你這個寫的是? upfgns upfgns 你這個寫的? 你這個寫的? upfgns upfgns 你這個寫的嗎? 是吧 所以你自己也知道 你自己也知道 啊 三眼 你自己也知道 對嗎 你看它的答案不一样的话,它是把这个2公斤写到这里来,那写出能够更好。 大家看,现在这个部分跟刚才的部分有什么区别? 这个时候多了一个X,对不对? 多了一个X 那你这个时候还能像刚才这样子,我直接把这个看成是一部吗? 不行啊,是不是? 那这是两个骨头类型的函数 这个时候呢,这个是X,这个是呢 Alt-Tg-X,那么一个U一个V在这里就大了 那我要发现这个形式,我要把其中一个放到后面去 那你说把每个放到后面去啊 Alt-Tg-X,你知道它的圆满数是哪个吗? Alt-Tg-X 哪一个球倒是Alt-Tg-X,有吗? 没有吧,你都不知道吧,是不是? 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肯定是放在一个 放这里,对 刚才你看,我们都放这个X 因为X放到后面去呢 次数要升高,那先不没办法 所以,你都知道它的圆满数里都写不出来 都是,能不能有第二种 能不能有第二种方法 那个UVDX 哪个第二种方法 第二个,第二个 就是我们最后变形出来的这个式子 对,照片可以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把它变形成了最简单的这个形式 我还觉得第二个是最简单的 对啊 对 这个是最简单的 不错 你这个地方,你要把这个老树写出来 这个地方,你都要把老树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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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按看你只要进去这个式子 这个是甚至最简单的 因为你这个地方就是把U和这两个积分 这个就是把两个位置晃了一下 对不对 背晃了一下 OK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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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 下面 这个 把这个S平方加一 看就是U 这个是U分之一的U 对吧 U分之一的两张数就是哪一个 U是RONU的绝对值 加C 所以就是RONX平方加1 加C 这个概念绝对值的话就很重要 明白了吧 好 那我们这里讲如果像这个题目的话 那你就不能再像刚才这样子 直接看这个U分之一 那这个时候我也要化成U分之一 那我就把这个 我就只能留一个函数的前面 那我就把这个S放到后面去 然后我就写成X平方 那就多了一个2 对吧 那我就给它写面成哪个呢 2分之一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U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U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 V 那这个时候就是U乘以V 你每晚离开你刚才 你在下面开始做的 你实际上呢 那你就住在这个 这个地方 如果有个X你就住对了 如果有个X你就住对了 没有X你就住对了 你不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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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现在 U和V相称 然后再截出去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 U和V 两个位置 换一下 X平方写在前面 然后 R和N 可以X 写在那 后面 把R和N X和X平方 换一下 这个就是V 这个就是呢 U U D V D U 对吧 好 这里呢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 2分之1 成定了 好 刚才我们讲了 X2和X的导致是 1加S平方 好 那你们现在告诉我 这个鸡根 你们会熟吗 这个鸡根 我们讲过的 说过的 这个鸡根 能不能做孩子的吗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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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一次课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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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才呢 你写出来是这个数字 是不是 就是 你这里是方向后面 所以呢 可以做一个X平方 但是我现在这里管的 就是这个X平方 X 怎么看 加1 加1 对 那我就怎么样啊 加1 然后再减1 对吧 加1 再减1的话 那你看看X平方 加1 处于加X平方 就是1 然后后面就是呢 1加X平方 那这样的话 这两个原凡数 我是不是都可以写出来吧 1的原凡数是哪一个 对 是X 对 那么这就是R 这里两个字 它就是 加1加X平方 D的原凡数是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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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加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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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讲的最简单的结果吗? 最简单的结果是我们讲的最简单的结果 最简单的结果 你看如果二类范园把我都没有为什么讲 下面自己做一个 公射 来 这点子 带公射 把牛和牛 放下来 感谢观看